热舞 一个字 来看一下 S城的战斗当中 这进点是一把冲锋 闪电般的出枪 闪电般的带走了3-3 在自己的这一侧 孟阳也赶来支援 另外一边是来自P城方向 今天这里也是一把mini power怪 率先是连打逮捕了Beautiful 而另外一侧自己的队友 已经深陷了泥潭 需要他去支援一下 但自己的状态也不是很高 今天这比赛开场好刺激 你有没有发现 大家除了射手步枪 就是栓局 对 什么枪 有什么枪 减什么枪 好的 看到一个小色身 小歪头 听一下对方的脚步 别和我作对 现在队内也只有双子星二人了 而两人的血量也不是特别健康 而对方慢慢的 把自己的队友也扶了起来 现在人数上面来讲 对方是一个优势 没错 15ZY直接往外面一跳 这个时间点 得往另外一侧 躲一下 一个吨提 带走了15ZY 连打逮捕过后 现在双方的人数又持平了 这样一来 可以完全不用着急 而且刚刚捡物资的时候 还看到Memory的一个背身 Memory上了房顶 那别和我作对 就要小心一些了 飞匠要抓紧时间 先搜个大包 把自己的血量提上来 对 大家都是经典先一波火拼 然后再利用地形的理解 拉开打一打 嗯 过后呢 对方也怀疑颜色 嗯 目前还没有分出胜负啊 虽然说倒了两个 但是马上就能浮起来 维森已经倒地了 苏南要赶紧过去支援一下 格子里一把1897 率先破局 连续喷倒对方两人 但是 现在纯净高校男也只有苏南一个人 身上没有大包 只有一瓶小小的饮料 对方的脚户在笔地摸到一枪头 但是对方也已经贴到了自己楼下的位置 赶紧换一下位置 嗯 有时间能换子弹 换一把乌兹 换一把乌兹 乌兹还在二楼卡着 但是这个位置 弹匣的容错率好像不支持他 能够一打二啊 如果说两个人打配合的话 再翻起来 没机会 他听到了格子扎药包的声音 但是呢 无奈 这里有个门呢 那没有想到啊 三哥的其他队友实力也是非常强劲啊 是的 格子这个喷子 看到这里了 也是成功的把自己的队友给带走 看到这里了 所以这样的一波小小的罚战啊 被Order抓住了 那这样一来Memory 只能独狼作战了 他把他扛了起来 嘿嘿嘿 要扛去哪里呢 你有没有发现 他把飞匠打倒之后 又把飞匠扛了起来 你再看他这个队名 他是在告诉Memory 别和我作对 啊 那现在Memory 就只能一个人冲压了 只能一个人冲压了 没队友了 队友还能给他报一下信息 但是这个信息 Memory能用到多少呢 因为我刚刚看到Memory身上的弹匠 容量也不是特别多了 嗯 他还在找机会 他看到了对方的侧身 就是你抱着我的队友满街乱窜 是吗 一打一 一打一 不好说 皇城PK Paraboy先是带走了飞匠 先把他的眼睛遮住 嗯 那现在Memory是没有任何的可用信息了 而Paraboy明确的知道 Memory就在这个迷宫房里 对啊 而且Paraboy其实有一些时间能服人嘛 不需要服人 不需要服人 直接带走Memory 他很自信 而Memory是没有办法服人 然后他把他的队友扛起来 逼 如果再不走的话呢 很有可能刚刚猫猫的下场 就是锁谷的下场 对啊 这是紧紧的跟着锁谷 锁谷要被有队没名吃掉了呀 三抓一 锁谷现在得往自己队友身边带呀 他很慌 但是对方的枪法还是很精准的 直接带走 这个有发生过很极致的惨案 来看一下这边近点摩仙堡 是快第一时间碰到了花痴 一辆车拉过去过后呢 直接撞飞两个 直接撞飞两个 98k也被缠倒 而且是连打逮捕三连暴走 摩仙堡 最终是山智在这个高坡 通过自己的车技和枪技 缓解了释怀在刚刚那个底坡的尴尬 是的 守护摩仙堡荣光 山智义不容辞 难道说这场比 但他们的车辆比较少呀 就万一前面遇到人 就危险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配合 主打的就是一个配合 另外一侧的导师 Para Boy跟两个人也是准备上车要走了 他也觉得有一些危险 但是海岸边来了另外一支队伍 是的 要撞了吗 差一点 但是身后还有其他的队友在架枪 第一波没撞到 他就选择回到房区了 Para Boy跟Order要去往哪个方向呢 我觉得是要去炮楼 圈中心有一个炮楼 但是炮楼里有人呢 他在往前走 好像发现了炮楼里有人 要不就去前面的厕所吧 要不 厕所可以 厕所真可以 来了 Order停车 看能不能进厕所门 Order已经进了 车摸到了一枪头 这是来自YZZ的大盘街 嗯 放倒了竞争过后 那静点这里呢 别和我作对 压力算是缓解了一些 找到 这才是真正的一览中山晓 感觉纵观全局 而六战队也来了 不会也要去那个厕所吧 好像还真有那个想法 但是他们掠过了 Timer被扫了下来 Justin也仅仅只剩一点点的血量 车坏了 补掉了分数 Justin被神森森所放到 但是那个位置是不是 其他的队伍又能补到 嗯 北斋 补掉了Justin 也被拦截了下来 哇 这六战队的这一波死亡冲锋 确实让他们付出了三个人的代价 相当难受啊 北斋这个位置是完全没有办法服的 低头啊 现在都趴着了 像素在这个收费站 面对你说的都对四人拦截 直接顶到近点 最终还是被扫了下来 嗯 虽然说上车的速度很快 但是对方的子弹更快啊 而且对方来势汹汹啊 你看 先是解决掉了像素 后面就要对防区的770投道具 感觉他们是已经观察了很久 嗯 已经把线画好了 他们是怎么样分彩的 对 770第一时间是没有退让 叫来了导师在自己的身后 关键是在这里再缠斗下去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圈形已经刷走了 但是淘汰呢 并没有拿到多少个 是的 先看一下这里 沈森森想要炸雕割 这没有防区 是一片平地 孙森炸雕割 雕割在反坡 反手扔一颗 这波怎么说 雕哥 雕哥 没得说 这一次连差一枪的机会都说不出来 没有一个平台让雕哥展翅啊 嗯 很可惜 雕哥也应该是要交代在 雕哥来到圈中间的石头 加了一个车阵 先搭车阵 明斯哥晚来一步 他这个时候已经无路可去了 往山上走有摩仙堡 在半坡这个位置又踩了个红 要直接顶踩了个红这个位置吧 顶到了近点 明明打一个 回头 来到烟雾当中 RTG的状态也不好 坐在了车上 坐在车上 没有找到人 而且还从车窗外探头 反捕了明明 太细节了 但是野猫也再见了 最终是山智 通过引爆载具 带走了野猫 我刚刚看的一句 好喜剧话 但对于成双成队来讲 他们的推进路线才刚刚开始 圈形还在刷新 自己离圈边还是有很长的距离 这再往前 感觉已经没法推了 他往左边走 有至爱的电塔 往右边走 神森森的高点电塔 但是神森森这个位置 他不能主动出枪 他一定要等 一定要有耐心 是的 他出枪了 放长线钓大鱼 但是他出枪了 他打倒了一个 而至爱从侧面这里 39相送 司马光的车 开得非常的灵活 你是明星队长 我可以小让一手 跟不住 那个车的残影太快了 太快了 他可是光光啊 开车也像一道光嘛 一颗雷狼影吓到了 YZZ近点这里 又听到了司马光的脚步 两个人隔着窗户缝 相互试探了一波 又雷狼一个雷锁定外围 我觉得这一波要发起总攻了 来了 YZZ刚刚被扶起来 但是血量不多 一波败佛 反而是浅唱率先被放倒 一瞬之间蒸发掉了对方 这一波防守 有队无名做得非常的完美 相当之完美 圈行 再一次刷新往北部 唯一在圈的两支队伍 就是摩显宝 和在刚刚的云林地图 拿下胜利的稳中求胜 是的 那么现在从淘汰的情况上来看 摩显宝和有队没名 两支队伍都是九个淘汰 这里三支是使出了一招 变形金刚合体 看得出来 他对于居密的爱非常的深沉 他不光对于居密的爱非常深沉 对于山顶的WYY以及释怀的爱 也是非常的深沉 因为他感觉到这个圈 竟然给到自己的机会了 如果这都不吃的话 那摩显宝 可能对于稳重求胜来说 就没有那么稳了 先来看一下这边 蓝颖跟丘尼主动顶到了半坡的位置 但是这个半坡似乎是一个陷阱 蓝颖第一时间被鲨鱼给放倒 鲨鱼还能在打一个吗 丘尼的血量不是特别多 但最终还是反秒了鲨鱼 稳中求胜 现在虽然倒了两个 但是自己的身后 看看顾鞠鱼这一波 尼王干拉 极限马枪瞬间爆炸 这个时候 狙鞠选择了弹幕效果最多的打法 这一波确实是在P2的正赛上面 不多见的一个打法 但是在屈老师的马舒克当中 却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打法 那这场比赛 随着GG的一波帝王干拉 摩显堡的机会 再逐渐的增大 有队没名 也只剩下一个 山智这把也拿到了五个淘汰 想要再往前拉一些 先把屎森森的 还有别和我作对 队内的双子星在厕所里 默默的注视着这一切 四连枪王阿兰 一颗手雷直接引爆了对方 这不光在P1的正赛当中完成了一穿四 在P1的全明星周末当中 也完成了一波漂亮的一穿四 是的 那令跟散兵两个人 此时此刻也封了一个比较长的烟路 再往上面赶路 现在摩显堡目前最大的隐患 就是要先把阿兰拔掉 对 山智 山智一直在兜自己的血量 最终是锁定到了阿兰的一个位置 但看起来 东南部的自己队友压力比较大 但释怀出枪放到了Power配 现在要选择 到底是打南还是打西 好像是要先把 脚下的 别和我作对 给清理掉 来了 直接撞 哦 挺到近点 释怀第一时间下车 随着山智枪线的补充 那南部这里呢 最终也是被摩显堡给收下 而这场比赛 决赛圈是摩显堡大战稳中求胜 上场比赛刚刚吃鸡的稳中求胜 此时此刻仅仅只剩阿兰一个独狼 但是他刚刚一雷四响 手感是非常的火热 而另外一侧呢 摩显堡这场比赛 已经手握十二个淘汰 看样子稳中求胜 有机会吗 一创二了 一创二了 他有机会 释怀要等一等 释怀一定要等一等 山智从侧面慢慢的下枪 他再往前走 阿兰主动往前干拉 但最终收下比赛的是摩显堡 恭喜摩显堡最后有惊无险 拿下阿兰的分数 在那一波拉枪之后 我以为阿兰又要再 一颗手雷直接引爆全场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赏金情况 首先要恭喜摩显堡的赏金 是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赏金榜上的情况 又有了全数拿下 你也能够反超 是的 再一次恭喜摩显堡 收下了上场比赛的胜利 看来一夜之间全部解决掉了呀 嗯 这一上来 今天确实在第四把比赛当中 拿下了非常好的成绩 是的 我们下期uce 尖 Office 支持明镜与辑或赛对 HIV 做 flagship配茹 otic油 是东西 连辑 PROFESSOR bedeute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